現在看起來不只有小兔主任一個人 應該有兩個甚至三個以上的證人 已經轉成五點證人 先講小兔主任這邊真的很有趣 因為這個週刊據悉名提說到 高官帶著他的助理 去按小兔主任在南港家的門裡 按一次按兩次按三次 所以按一次按兩次按三次是說 分了好幾次去 每一次去都一直按 一直一直按 那小兔主任因為不想見 相見不如不見 就一直裝不在 到最後一次真的受不了 因為太煩了嘛 對不對 好 讓他進來 進來之後高華就講說 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有人會搞定司法等等的 講到最後小兔主任 老公就是那個檢察事務官 懂法律的人直接不忍了說 有罪的是你 怒嗆高宏安 那這個東西你看顯然 如果小兔主任跟法官作戰 確實高華有過來 想要跟我瞧這件事情的話 就穿功滅政 再加上剛剛講的 陳煥與吳達偉跟環信的 現任行政主任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知道 連律師事務所都知道 連新竹餐廳都知道 連吳達偉的進辦都知道 表示也有人跟檢察官講嘛 因為表示我們之前一直以為 生喉嚨只有小兔主任 那上個禮拜我在這邊呼籲嘛 這個救生艇數量有限 跳船請重述嘛 對不對 吳達偉是有名額限制 看起來是有人聽到 我們的呼籲 有不只小兔主任 一個以上的人 供出高宏安 曾經去律師事務所 去新竹餐廳 去吳達偉進辦 去做要求 刪除賴對話紀錄 跟作賬資料等事 而且這些可能都是 現任助理說的 不然怎麼會知道 高宏安在選前的 這麼縝密的行程呢 小兔主任一定不知道 這些事情小兔主任 小兔主任不會知道 高宏安去 他離職了嘛 不會去知道 高宏安去吳達偉的辦公室 小兔主任不會知道 在律師事務所約了誰 小兔主任也不會知道 在這個所謂新竹餐廳 約了誰 所以一定還有生喉嚨 所以當對法官跟檢察官而言 有複數以上的生喉嚨 在指控高宏安 過程中有想要 串供跟滅政的話 這個羈押是很有可能會開的 而且在這個週刊上 特別取出說 花蓮副議長潘岳霞 因為企圖串政 連夜被檢察官羈押 申請羈押 生押 結果法官也准了 羈押起來 所以我要談 這個爆料 今天的爆料 是最新最新的爆料 這個爆料只指不是高宏安的弊案 而是犯後高宏安在講一次喔 適度適度 篡政會議 這個東西很有可能變成 未來檢察官跟法官 聲押的最重要的關鍵性證據 而高宏安 有沒有可能在就任新竹市長 失去立法委員保護賞錢 第一天 就被檢察官傳訊 傳訊完 依有篡共滅政之餘 积押 聲押 而法官同意 便积押 积押三十天 得在延押三十天 六十天之內 一審宣判 就直接解釋 直接要吃全餐 上個吃全餐叫做林秉書 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事 其實大家都在看 所以我說 高宏安跟他的助理真的不熟 因為他完全搞不清楚 黃慧文的先生是做什麼職業 你去找他們家竄證 你有沒有找戲 這請給人家洗臉 對啊 你去找一個檢察事務官的太太竄證 那你覺得這個檢察事務官 你叫他該怎麼辦呢 他當然是 自己洗臉是剛好而已 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今天鏡周刊的報導 有很大一部分我的研判 應該不是檢調透露的 因為如果假設 檢調明知他在串證滅證 而沒有採取搜索扣押 等等保全證據的手段 那我認為檢調是明顯的失職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 檢調應該把周邊的助理 大概都約談過一輪了 現在應該是除了 高宏安跟李中庭兩位 最重要的嫌疑人還沒有約談之外 其他應該就約談完了 而今天鏡周刊寫的這些內容 應該是被約談過的助理 所透露的 因為其實如果說照這個報導內容的話 他其實已經有明確的 竄證滅證 甚至無中生有 就是捏造證據 這種情況應該是構成積壓的要件 我看高宏安今天的回應 還是認為是犯後毫無回憶的 就是說很清楚是說 他還是講說我沒有人頭助理 那他從頭到尾都不解釋說 有一個人領了 跟國家領了5萬塊的工費 然後實際拿薪水是零 這不是人頭助理什麼才是 另外一個是低薪高報問題他已經不講 他之前講說助理志願回捐 後來發現助理都開始爆他料 他現在也不講 他說我沒有公款適用 其實公款適用這個 從一開始就已經很清楚拿去什麼洗頭髮 這個不是公款適用什麼才叫公款適用 洗頭髮買報枕 這個都是他都沒有能力解釋 那我要這樣講是說今天周刊講的是 他到立法院的人事處去調資料 高宏安其實有點 他講錯了 他說沒有到我辦公室來搜索 這兩個意義 第一個事情是什麼 他搞錯人事處查扣的資料 其實是用來對賬用的 也就是說我跟立法院人事處調了 高宏安辦公室 他裡面的助理 國會助理有哪些人哪些新資 新資單先拿出來 對 明細會拿出來 下一步做什麼 查金流 這些錢進到這些助理的帳戶裡面之後 帳戶是把他提領出來繳去公基金 還是他進去帳戶之後 他是怎麼樣做使用 如果一般來講正常的壽薪階級 助理拿進來之後 他不會有大筆的提出 他大概平均每個月就是有固定支出而已 不會有這個應退款嗎 還要上找的部分 沒有錯 所以如果當這一段他兜籠之後 發現你這個所謂的公基金 就是要求助理自己去繳出來 這個部分當然公款的施用 很清楚是說助理費是公費 不容許自己去變更 這個在高院的判決已經有下 這樣的一個穩定的見解是說 公費助理的公費 他是國家給的預算的錢 所以你不容許他自己重新 立委跟議員自己去做分配 這件事情不允許 所以公基金的問題 他是肯定會有 遇到這樣卡掉法律上面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周刊有特別講到說 有去要求這些助理 什麼適度篡證會議 要求他們去刪對話紀錄 要求他們去毀滅一些單據 這個不是只有篡證跟助理說該怎麼講 他還有進一步的滅證 那篡證之餘跟滅證之餘 在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他就是積壓的原因 積壓的原因 就是篡證之餘滅證之餘 之餘什麼意思 是危險 這個是你已經做了 還不只是危險 如果你已經做了 那不只是危險 他更符合這個收押的原因 過去的判決 像陳萬冠 這個澎湖縣議員 這個判決其實他一直到最高 他為什麼被壓 是因為他被檢察官掌握說 他有一個LINE的對話紀錄 LINE的對話紀錄 他去教助理怎麼講 就教助理怎麼講 他只是被檢察官查扣到 LINE對話紀錄 認為說我是老闆 我要助理怎麼講 他就被收押 押到判刑10年6個月 押到等於是判刑確定 如果說他只是帶一對話紀錄 都是這種層級 你現在就適度召開這種 篡證大會 更不用講說這一定要押 我要這樣子講 高宏安真的是把保護傘 撐好撐滿 撐到底 躲在保護傘下面 好像法律上面就容許他在裡面做 不管是篡證滅證 我就會一再挑戰司法威信 他今天其實講這個話有點 也是嗆心他說 你看我辦公室沒有被搜索扣押 一般來講的議員辦公室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當然是搜索 當然是扣押 但是唯獨高宏安到目前為止 我在裡面把所有的資料都銷毀了 檢察官拿他沒皮條 然後他用保護傘 用到這種徹底的情況 我認為他一再在我們的司法 或者我們的法治上面 一再的做這樣的挑釁跟挑戰 他今天到今天的講法 還是還在這種辯稱說 他沒有沒有任何的 到辦公室搜索啊什麼之類的 對我認為他還在 一致在向北檢喊話 我覺得跟前面剛好他對應起來 是不是真的有人去搞定司法 是不是有人搞定北檢 讓他可以容許他在這邊 我開了四次串政會議 你都連來搜索都沒有 這種話都還敢講 這個在我覺得全國的各縣市議員 都有人被搜押的情況之下 這些縣市議員如果看到新聞 一定是對心肝 原來大小孩查這麼多 我們這裡做議員就要去押 同樣的情節 而且甚至我情節 我剛才舉的例子 澎湖的陳萬冠 他只是賴的對話截圖 被檢察官掌握之後 深壓獲準 而且一路押到判刑定驗 這種情節 只是賴的截圖被掌握 今天高宏安四次的串政會議 更加的清楚 然後我認為這樣 如果高宏安在否認說 這個週刊的報導有問題 他過去的習慣是什麼 你講 你說我四次串政 沒有啊 我告週刊 一定是這種態度 沒有是這種情況 過去他也告過週刊 為什麼今天是Q掉說 這些事不死 然後講話有氣無力 我認為這種心虛的樣態 已經很清楚